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哇好快啊 我们要进入到2018年的最后这两天了 在这一年当中 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 我相信你会充满感恩 虽然有山有骨 但是主一路与我们同在 我们个人是这样 也许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社区 我们都在经历神很奇妙的工作 愿主在新的一年里面 更深地让我们经历祂荣耀的同在 带我们进入祂荣耀的命定 这段时间我们分享积淀 我们说在积淀的生命当中 当主有一个托付要祂去完成的时候 神说你搞错了 不是你能不能 不是你会不会 不是你行不行 不是你的条件 不是你的背景 不是你的资源 甚至不是你努不努力 是神与你同在 这是一个关键 而积淀一直是一个胆怯的人 害怕的人 当神要他做些什么的时候 他就说不是了 我们的家族 我个人 我的 哎呀 反正就不是我 他为什么会这么害怕 他是一个属乎 他是神的选民 是他神的子民 但是你知道吗 他号称是神的子民 他是以色列人 可是他的生命当中 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浅薄 浅薄到一个什么地步 我读给你 他说我们的列祖 不是向我们说 他听说 听说什么呢 耶和华林 我们从埃及上来 他那样奇妙的作为 在哪里呢 他对神的认识 是从封闻听说 我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里面长大 我听过我祖母说 我听过我爸爸说 我听过我哥哥说 我听过我叔叔说 我听过我们家族很多人说 他们对神的一些经历 是的 我听过很多 可是那些都不是我的经历 当我们像基电一样 所有对神的认识 都是从听说来的 而不是生命的经历 真的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是胆怯的 因为你没经验过 那些都是别人的经历 听起来 怎么神在他那里很神 怎么到我这里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可是你知道吗 基电如果不跨出这一步 永远就是听说 可是当神呼召他说 来 你跟我一起 我与你同在 我带着你去打这场仗 当他说我很害怕 可是好了我去了 那一去他就开始 有真的生命经历了 听说 我们中间一学很多人 你跟我一样 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 我们这样的人 最容易就都是听说 圣经故事都听过 主日学从小听过的 听见证听多了 从小到大不知道听了多少见证 可是那些都是听来的 不是我生命的经历 主在呼召你 主在呼召你 伸出你的手来 他牵着你的手 他带你在你的人生当中 去进入到一个丰富之旅 看起来好像有山有谷 会让你担心 会让你害怕 会让你觉得 我可能吗 我能吗 但是当你跨出这一步 你不再是听说 你会再亲眼看见 亲身经历 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这是多荣耀的一件事啊 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啊 你愿不愿意伸出你的手 说主我在这里 你带我 我跟你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